孔子不說 莊子不說 孫子不浪說 老子無處說 老楊可以說 老楊到處說 這一期我們來分享一下 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我的題目應該叫做 中國周邊外交的隱患 或者說中國周邊環境的外交隱患 中國七十多年來在外交歷史上 就經常談到的獨立自主 但是事實上是不是真正做到獨立自主 這個事情很可疑 由於老一代人的外交政策 有沒有今天的長治久安 今天的周邊安全環境帶來隱患 帶來灰色地帶 這個很值得探討 回溯歷史在1949年的11月 周恩來在中國外交部 成立大會上強調 新中國的外交 新中國的外交要有獨立的精神 堅定地奉行 以和平為終止 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而這個政策要成為中國外交不變的方針 但是這七十多年來 中國實際上是失去了 世界上失去領土最多的國家之一 這說起來很嚇人 但可能就是一個必須面對的 嚴峻的事實 什麼叫獨立外交呢 獨立自主的外交 它要求在事關國家根本戰略利益的問題上 對外事物只能由自己決定 不受來自外部的任何壓力 壓迫和干擾 那麼在社會主義陣營 各個國家確定戰爭 以革命為時代特徵的時期 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和道路 存在著一致對外的原則 社會主義各個國家都不能夠各自單幹 而中國也不能夠奮行 獨立自主外交政策 可能也被人家認為有點正常 可是我們是不是時時刻刻奉行這個原則呢 這個問題何方 原來中國一位很重要的一個外交官 當張文天的秘書 後來是人大的一個教授 一個很資深的一個中共元老 他有一本書和一本文章叫 何方談毛澤東外交 他舉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在中朝邊境問題上的解決 毛澤東的退浪就讓金日成占了大便宜 在分隔中朝邊境縣的時候 我們把原本完全在中國境內的長白山 白頭山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就割給了朝鮮 那變成桃山峰的一個聖地 鴨綠江裡面有好幾十個沙洲 島嶼連著居民連土地全部割給了朝鮮 毛澤東至少有五次親口對金日成表示 東北也是你朝鮮的 1957年莫斯科會談 金毛澤東曾經向金日成承認 中朝關係的不愉快都是中國的過錯 看看今天當前的金正恩以及去世的金正日 為什麼對中國的態度會越來越差 一直保住高度的戒備 而反而我們這裡不斷像哄孩子一樣 不斷地優待好吃好喝供奉者 這是一個中朝邊界中朝關係的問題 我在這裡可能還要一會補充一些史料 提供大家對這些國際關係的一些認知 第二個我們不說中法關係了 除了毛澤東在外交上 尤其是對朝鮮關係上的一味忍耐 造成領土的大部分的缺失 現在看來是賠本生意 大外交官的周恩來也有不良的記錄 比如說北部灣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叫白龍尾島的丟失 就是周恩來的責任 當初他決定同意把這個島跟島上的居民 劃給了越南 就讓國民政府蔣介石當年在抗戰勝利後 劃定的南中沃海十一段線 從此變成九段線 造成了今天南海問題的爭議 無休無止的後患 第二 1962年中緬邊界化界 有大片的領土劃昏 讓周恩來自己都覺得 以後可能要被罵成賣國賊 原來緬甸是沒有毀翠的 毀翠的富礦主要是在中國邊界 也就沒有國感殘邦在這地方 原來是化在中國境內 結果化給了緬甸 好了 這是中緬邊界 1962年 國內大饑荒 我們知道 1962年發生了中印邊界的反擊戰 但中國雖然對印度的開戰 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中國為了討好國際議論的壓力 因此就在中緬邊界 往開一面 來討好第三世界 這個問題也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後患 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從來不承認邁克馬洪縣 尤其是北段 也就是中印邊界的一些爭議的部位 但是我們承認了邁克馬洪縣的難斷 難斷就是中緬邊界 中緬邊界你接受了 還做了新的退讓 以後北部邊界線的談判會怎麼辦 這也是中印邊界歷史糾纏 到現在談不出個 所以然一個真本的原因 中印戰爭之後 為了應付國際的壓力 以及當時切保後勤保障能力的切線 那個時候我們的後勤跟不上 所以對於藏南地區 我們又輕易地 中國又輕易放棄 已經奪回來的 2萬5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當時周恩來對尼赫魯說 如果印度不堅持對中印邊界西段 3萬平方公里的主權 就是阿克賽辛 中國可以接受邁克馬洪縣 這個縣以南的面積達9萬平方公里 也就是西藏的江南 就是今天的藏南地區 這塊土地說浪就浪 完全不跟當地的藏南地區的人民商量 當然人民也沒有權利跟人家商量 這也引起了班禪喇嘛的不滿 因此班禪喇嘛上書十萬字 結果也被打入冷宫 透到迫害 不僅是影響了國家主權的完整 領土的完整 也傷害了民族的利益 現在看來中朝邊界 中印邊界 中緬邊界 中越邊界 包括今天爭議很大的南海領域 都埋下了到今天沒有辦法解決的隱患 這些隱患隨時都有可能一出計劃 我再補充幾段 雖然1979年 中印 中越邊境戰爭 也就是中越邊境反擊戰 79到80年代 中期 將近十年 包括老三之類的輪戰 實際上給中國帶來的有四十年 周邊無戰式的安全環境 不要小看中朝邊界 五十年代 著名的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 簡博在 簡博站 寫信給中央 要求注意 朝鮮的邊傳 朝鮮通史的時候 擅自把東北三省 山東半島 劃入朝鮮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它的領土 不僅包括東北 也包括山東半島 這個事情就是要 中共中央曾經致函朝鮮有關方面 要求糾正 要求警惕 朝鮮民族沙文主義的傾向 這個事情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九十年代 金正日訪問中國 結束了在北京的行程以後 主動向江澤民提出 他要視察一下東北 江澤民 鄂蘭 你什麼叫視察 結果金正日很認真地說 這是毛主席當年已經給我們的 所以他用視察 亮成了一個外交風波 給中國的領導人造成了很大的被動 中印邊界 我剛才談到的麥哥哈馬虹線的南線跟北線的西線的問題 這個事情到現在沒有無解 中俄邊界 黑蝦子島 其實我們這個機關是拿了三分之一 而且都是沼澤地 三分之二能能在俄羅斯手中 我去過那 我拍過那你的走毒 我對那個地方印象很深刻 普京最近就遠東地區也說了一段話 說中國人遲早是要拿回遠東地區的 為什麼呢 中俄重新勘定邊界之前 列寧時期的蘇聯曾經跟中國簽了一個條約 而這個條約當時的租界 海參歪99年跟香港一樣 到時候那個租界地是要還的 但是這一切下去 遠東地區就成了俄羅斯固有的領土了 這次事情在國內也有很多的爭議 我今天說了這麼多的東西 獨立自主的外交 在毛澤東周恩來時期 已經埋下了一些隱患 中朝邊境是不是長治久安 未必然 未必然 所以這個事情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我們覺得不管是金正恩也罷 金正日也罷 或者說金家也罷 中朝邊境的問題 所以遲早會有一個引爆 是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 南海問題現在紛紛牢牢 也出現了很多戰略上的隱憂 中運邊界遲早也會有一場正面的衝突 希望我說的都是胡話 老楊到處老楊到處說 老楊可以說 今天就分享到這兒 太平衡了 對 有 不 寬眠 旅 重 不 不 与 感谢观看